嗨大家午安好久不見好久沒有直播了 大家午安有進來了跟老師打個招呼一下下 好然後今天的話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最新的那個胖鍋的桌上型的攪拌機給大家 大家有沒有看到超美的三個顏色有那個粉紅色然後天空藍跟象牙擺 象牙擺象牙擺象牙擺超漂亮的 好那進來的再跟老師打招呼一下喔 然後因為我昨天其實本來不是晚上就要直播了嗎 其實我昨天從早上到下午做了一整天的東西 因為有一些東西比如說要攪麵團給你們看要測試那種最多量 或是最少量或是要做什麼麵條絞肉饅頭或者是還有切菜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示範一次給你們看的話 如果你們看我直播可能要看至少五個小時以上才看得完 我昨天大概真的在家也做了差不多快八個小時 然後還在那邊把那些片段剪一下 所以今天大家來看老師介紹胖鍋攪拌機的話可以輕鬆一點就是 那個等一下的話老師都有一些比較簡短的影片讓大家 但是還是都有詳細的教學給大家 OK那如果說你們剛好對胖鍋攪拌機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來看這個直播 那我先這邊先講就是我們這一次團購價的話呢 就是主機是7980 不到8000塊真的蠻優惠的 然後呢他的那個優惠活動就是你只要買主機的話 他就會有送這個胖鍋原廠的保冰袋 那其實是保冰跟保溫兩種 功能都可以用 那他其實保冰袋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現在夏天嘛 然後尤其你看一下我們高雄那麼熱 你每次在攪拌麵團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會怎樣 麵團會升溫 那麼升溫的話呢 很多人就常常去買這個冰寶 把它圍在旁邊 那這個冰寶的話 就是原廠他符合他的這個鋼盆設計 他還有這一條這個袋子 然後你就是把這個冰寶事先放在冷凍庫裡面 放大概可能一個晚上或是四五個小時 確定他冰涼透之後 你在攪拌麵團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拿出來 把它圍在他的周圍 那你在一般攪拌麵團的時候 天氣很熱溫度就會升高 他就可以保持麵團低溫 那這個的話呢 平常單買好像也要多少錢忘記了 但是他現在就是買主機 就有送這個保冰袋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還有就是跟大家介紹他的三個攪拌頭 給大家看 他這次的話 我的配件箱全部到後面這邊 他這次的三個攪拌頭很讚 因為他已經做過兩輪的更新了 然後就是他有一直在聽一些消費者意見去做更新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他們的攪拌球 攪拌球的話呢 打發蛋白雞蛋跟鮮奶油的效率都很好 那以前的話呢 他的上面的頭不是純不鏽鋼的 那後來也是很多購買的消費者 他們都有需要進洗碗機的需求 所以他們現在把它全部就是變成全不鏽鋼的打蛋球 所以如果說你買這個的話 他是可以進洗碗機清洗的非常方便 然後鋼絲也很細密 那再來 第二個的話是這一個 麵團勾 麵團勾的話呢 角度有在做更新設計 所以他這個角度你在攪拌的時候效率會更好 所以等一下呢我們會有測試攪拌那個800公克的乾粉最大量給大家看 所以攪拌出來效率很好 20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你是500公克以下的乾粉不到20分鐘就可以完成薄末了 那再來就是他這個就是麵團勾的部分 把它一樣改成全304不鏽鋼 所以你攪拌完之後 若是你有洗碗機的話 你要丟進去洗碗機 OK 而且他的這個粗細啊 以前的舊款比較細一點 新款的話有加粗 所以他用起來 我從新款來 我怎麼變得這麼醜用 這拿來那個乾脆完結的時候 洗碗機讓這個兇氣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效果就很好 攪拌的效率很好 我這次測試我就發現說 哇真的跟舊款的那個攪拌麵團勾 真的更好 他以前舊款其實攪起來效果就不錯 但是我覺得新款就是說 可以進洗碗機這點更好 再來加粗 感覺更醜用更耐用 再來攪拌麵團的效率 我覺得速度更快更好 那這是 麵團勾 然後再來 你們有留言是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為什麼都沒有看到留言 沒有啊 沒有啊 好小隻 是五彎吧 他們在講五彎 對吧 沒有我還有蛋白可以幾顆的啊 蛤 真的假的 我怎麼讓我沒有看到 我是 我是什麼事情 我還留言完全沒有跳出來 喔蛋白最多可以幾顆 最少一顆最多13顆 最多13顆 然後麵粉量 攪拌的乾粉量 乾粉最少100克 最多800克 所以大概你要做到一次攪拌3條12兩吐司 大概1.5公斤的麵團沒有問題 然後如果是攪拌一些泥狀的餡料啊 或者是肉泥啊 或是像這種奶油麵糊餅乾麵糊這一類的話 就是最多可以到2公斤 老師的介紹文都有寫可以進去看 然後再來講第三個攪拌頭 就是這個 這個是攪拌 醬 他之前的話沒有這個矽膠 然後呢 之前長 長這樣 還是給你們看一下舊款 他其實他的舊款也很醜用 你給他看 這個打下去也是不鏽鋼 也是會很重耶 然後但是因為他的這個盆子 他比較胖嘛 那你就是大家在攪拌那個 比如說奶油啊 打發奶油 或是說餅乾麵糰塔皮麵糰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你看他的面積是不是就有差 那他現在就是把它加寬了之後 然後就又加了這個矽膠 所以他在攪拌的時候啊 就是這個矽膠 他會沿著你的鍋底鍋邊會刮的很乾淨 你就不用常常要停下來 然後旁邊就打不到又要刮 又要停下來打不到又要刮 所以胖鍋 我覺得他們的公司在對待那個消費者是真的不錯 都有一直在聽消費者意見 然後一直在做更新升級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這一次就把他們這一個最新的款式介紹給你們 這樣子 那我們團購剛好現在就在優惠當中 你們可以先看老師這個直播介紹 有問題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等一下老師有空檔都會回覆你們 OK好那我們今天的話 哎呦我們大家都搞的那個 枝蓉在 不用接兩條 孟芳公不用接兩條是什麼意思 我聽到沒有 天氣好熱綁在身上也降溫 啊對天氣好熱綁在身上 你要說天 那個吹路 欸對了這個保冰袋的話 我先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保冰袋啊 他這個就是一種保冷劑 所以你其實放在冷凍裡面 你平常啊如果那個腳繞到手繞到 你怎麼拿來冰敷 然後呢如果說你是要熱敷的話 你把它泡在熱水裡面幾分鐘 他就變熱熱的 你可以拿來熱敷 或是像你腰有沒有 有會痠你可以拿來熱敷 然後呢我最喜歡用他什麼 蛤 冰敷啊 他熱敷冰敷都可以 可以冰敷熱敷兩用的 然後再 而且你給我束袋有沒有試過拿來哈這個腰 然後也行 但是有點緊就對了 你束袋可以稍微弄一下 然後重點是什麼 我還沒講完 就是最近我跟季導波兩個人 很瘋狂的很喜歡想要露營 然後這個保冰袋放在冰箱裡面 那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沒有再用那個行動冰箱 那你可能就是一般的那個 我們不是用插電的行動冰箱 就是一般的保冰袋什麼 你把這個放在冷凍放在裡面 跟你的保冰袋食物肉啊海鮮 放在保冰袋裡面 其實他可以撐很久 可以動很久 所以他很多用途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如果說你圍在鋼盆邊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夏天是要打鮮奶油 鮮奶油是不是很怕高溫會花掉 你就可以圍著它 那鮮奶油打好之後還冰的 那你甚至你要做抹麵擠花 鮮鳥蛋糕的時候 你一直圍著它 這樣鮮奶油可以維持是在比較低溫 不會花掉的狀態 所以這個真的很好用 他這次就是手購 我們的手發團購 預購有送這個 好這樣子好嗎 然後剛剛還有誰問什麼問題 只是我再問說請問跟Bosch相比 哪個攪拌麵團比較有利 只是我跟你講 認真說他跟Bosch的兩個比 他們在攪拌麵團的效率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他們都可以在20分鐘 就是以像之前那個老吳就是科技老師 他會說攪拌麵團 基本上就是控制在20分鐘裡面是最好的 如果20分鐘裡面可以攪拌完成 然後呢麵團的溫度又可以保持是在26到28度C 那這個攪拌就沒有問題 那差別在哪裡 他們兩個攪拌效率都很好 只是差別在胖鍋 他的攪拌缸的容器是比較大的 然後還有他的馬達是600瓦 功率是在更強的 所以他可以攪拌的份量更多一點 那像之前Bosch老師就講說 大概最好操作就是1公斤以內的麵團 就500克的粉 那胖鍋因為他容量比較大 然後這個攪拌勾比較粗 然後還有他的功率瓦數比較強一點 所以他可以攪拌到800克 就是1.5公斤的麵團 他們其實效率都很好 那只是差在他們的容量不同 然後所以就是可以攪拌的份量不同 所以就是要看個人的喜好 如果有的人他會說 老師啊這這麼大台 我每次都只有做一點點麵包 那買那麼大台攪不到也不一定啊 所以說就是要看個人容量的需求 但這兩個老師都已經 像Bosch老師之前就介紹很久 其實就一直很推薦大家 那我們還是都有一樣長期配合在團購 那新的部分就是介紹給大家 就單純的桌上攪拌機 那他有一些配件可以另外選購 等一下再來跟你們介紹 好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到底有沒有問題 是我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都一直沒有看到任何留言 保冷袋哪裡買 保冷袋這個是原廠送的 你買主機就有送 如果是你本來自己家裡就有攪拌機 然後你也想要就是有保冷袋可以就是做保冰 你就自己去外面買像那種大創 現在大創也都有賣很多 只是他的大小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你這個鋼盆 很少可能賣這麼長的保冰 但他可能就是一塊一塊一塊 然後我之前有看過有人就是自己去那種大創啊 就是百貨買 然後他把它自己連起來 然後連成像一條的 然後把它圍在這個鋼盆周圍 保冷袋是真的還不錯 所以如果說你們即使不是買 我們老師這一團的這個胖鍋攪拌機 可是你還是學到老師這一個 用保冷袋來攪拌麵團的方式 你們可以在外面自己買 然後自己手動稍微改造一下 就是可以把它往旁邊圍起來 保持鋼盆低溫 這個效果都很好 只是說我們這個是團購 剛好胖鍋有送這樣子 生意沒有同步喔 你實在說生意沒有同步 對啊我們最近好像有這個問題 沒關係我們先看 OK 建民再說就價錢差很多 對啊價錢 但建民不能這麼講就是說 因為之前Bush的話 他是算除濕機 他就是配件比較多 所以如果說剛好那些配件 你都需要 比如說絞肉機啊 然後什麼鴨麵機啊 然後果汁機 然後蔬菜切 食物處理器 你都有需要 那我覺得你買那個就很方便 因為他就萬用 你不用再買其他的機器 但是有時候你就是會遇到說 老師我現在就是有在做烘焙 然後我剛好想要一台做上型的攪拌機 可是我沒有需要太多其他的功能 我就是單純想要一個攪拌機 攪拌麵團 麵團勾 打發雞蛋 鮮奶油蛋白 或者是要做奶油麵糊 做餅乾麵糊 我就是單純只要一台攪拌機 那這個部分你就可以來考慮 因為他其實團購價不到8000塊 我真的覺得 主要就是他攪拌的效率很好 然後又以這樣子的團購價 又以這樣子可以做三條12兩吐司的CP值來講 真的很值得你們買這樣子 好嗎 所以價錢差異不能用這樣子比 因為他東西還是內容不一樣 好嗎 OK 現在現場有沒有問題 他們有在留言嗎 是我沒看到嗎 OK 好 你們可以跟我留個眼嗎 我都覺得到底是我的那個平板的問題 還是為什麼我都一直都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我剛剛還說誰給我按怒 結果是我自己按怒這樣子 殘烈沒辦法單買寶冰袋 寶冰袋 寶冰袋對他真的是那個自己 胖鍋 胖鍋 我看等一下之後第二團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買寶冰袋 你們留個眼 你們真的很想買寶冰袋 你們留給我看一下胖鍋 但人家胖鍋是服務買他們主機的 你才送你這個可以加購啊 好不好 如果真的沒辦法買 你們自己外面買自己自製一下 這樣好不好 今天會有麵包的配方嗎 有麵包的配方 讓你們進去老師的胖鍋的 桌上頸攪拌機的團購紋裡面 他都有我老師介紹的 軟毆包跟鮮奶刀切饅頭 配方都有 那只是老師今天的影片 會測試用軟毆包做最多量 用饅頭做最少量 就是做最多量最少量的粉量 測試給你們看 OK 好那目前 線上有沒有問題 來沒問題的給我按個按C 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要繼續我們要播放那個 最多量的測試影片了 D time Dio原味軟毆包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就要來測試用胖鍋的桌上型攪拌機 來製作麵條 還有最多量的麵團 800克的乾粉 還有最少量的麵團 就是100公克的乾粉 來測試給大家看 然後跟那個速度跟時間 那我現在做最多的 我這個做的是低醣低油的軟毆包 夏天天氣會比較熱 那你有說在攪拌麵團的時候 麵團很容易會升溫 那升溫之後呢 如果說我們攪拌完成的麵團 其實基本上建議大家最理想的 溫度攪拌完成是在26到28度C之間 那如果有說遇到天氣太熱啊 或是說攪拌的粉量比較多 那它需要攪拌到完成的時候 可能時間會比較久 那這個麵團就可能容易升溫 那升溫之後呢 就會造成你的麵團後續會影響它的發酵 還有就是它的膨脹彈性不足 然後還有就是麵包容易老化 口感比較不好的問題 天氣很熱的話 你可以室內看一下空調冷氣 或者是利用比較冰的材料 像我現在用的這個是冰水 裡面有點碎冰塊 那甚至在天氣更熱 你也可以把高筋麵粉 先事先拿到冷凍去冰 那你的麵粉也是比較冰涼的狀態 所有的材料是冰涼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團購的燙鍋桌上型的攪拌機呢 你只要買一台主機 任何一個顏色都可以 就會有直接送它這個原廠水附的這個寶冰保溫袋 那它這個就是像冰寶一樣 可以把它圍在這個鋼盆的周圍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束帶可以把它固定著 那也可以保持麵團是在比較低溫的狀態 比較不容易會溫度升高的速度過快 那我們現在把它圍上來 然後一邊來測試 攪拌800克的最多量的乾粉的時間 大概要多少喔 你在套的時候 就像這樣子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個彈性繃帶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一剛開始 這邊會有一個黏的 把它黏上去 好那現在這邊把它拉過來 繞過來之後呢 我們稍微拉一下 就把它固定住了 攪拌麵團的麵團 我把它放下來 這個是全三零絲不鏽鋼的 然後它這一次有升級 就是它的除了全三零絲不鏽鋼 你可以進洗碗機洗之外呢 它會更耐用 而且它的這個粗度的地方還有夾粗 然後角度的地方 給我重新再升級設計過 可以讓麵團的攪拌的速度效率更好 好把它裝上來 好那這邊壓一下 我們把它放下去 那我們這個時候 消母粉放進來 好那冰水把它放下來 這樣用型的攪拌機的話 會建議你們冰水的部分 先放大概五分之四 我們保留五分之一的冰水 待會呢再慢慢的下 等這個麵團開始成團 整個收起來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下 這樣子你的攪拌的速度可以更縮短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衣素 好慢慢覺得吃得差不多了 我們這邊水就再慢慢的 再補一些下去 那我現在都是開衣素 低速的狀態喔 那我現在旁邊圍的這一個 就是它的保冰帶 可以保持它的溫度 比較不會溫度升高的過快 好那你看我們現在這樣子 麵團慢慢的就已經開始在成團了 慢慢的把水慢慢的加進去 讓它慢慢的吃進去 好這個水不用急著一次加完 你慢慢的加的話 會讓它的那個麵團收起來的速度會更快 不然如果你剛開始水就全加了 那你溫度又沒有控制好的話 材料溫度不夠冰 或者是室溫溫度太高的話 它會一下子容易就是會覺得 麵團好像都軟軟的 都會在鍋底 好像攪不起來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子啦 麵團都已經攪拌開始成團了 那我們現在這樣 一速低速的話 大概已經過了四分鐘左右了 接下來我們開中速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有剩下一點點水還沒有加完 我們在中速的時候慢慢把它加下去 也是可以的喔 好感覺水吃進去了 就再繼續加 好那我們這邊呢 目前現在就是用中速已經攪拌五分鐘 我們平機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麵團的麵筋已經初步有形成了 那我們要準備要來下奶油了 那我們剛剛在中速的時候呢 也把我們的水分的部分也都已經慢慢加完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就是拉拉看 它可以稍微可以拉出一定的程度的線條 可是它現在筋性還沒有完全擴展 所以會大概拉長到一半的時候 會稍微有一點點斷掉 拉出一點點薄膜了 可是它會稍微是有點破裂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大概這個狀態就可以準備來加 軟化的奶油進來 好那奶油剛開始加進來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 先開一速低速 好開啟一速做攪拌 計時四分鐘 好那我現在再停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有些奶油黏在鍋子旁邊 鍋邊這邊有一些奶油稍微把它刮下來 剛剛奶油退冰可能退的還不夠冰 還有我們現在有用冰寶的關係 所以它在奶油一邊在攪拌的時候 它卡在旁邊的奶油會稍微有一點點凝固 因為它旁邊鍋邊的溫度比較低 攪拌到中途的時候 稍微把鍋邊的這些奶油稍微刮下來 不然它會卡在這個鍋子的旁邊 繼續一速攪拌 加入奶油之後用最低速一速已經攪拌大概四分鐘了 那我們這邊所有的奶油已經都吸收的差不多了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開中速來把它攪拌 攪拌到完全擴展的階段 那這邊一邊在攪拌的時候 大家其實可以觀察一下我們裡面的麵糰的部分 鋼盆的容量的話是7公升的 它的容量算蠻大的 比較胖比較深的一個鋼盆的形狀 那我們這邊用800克最多量的乾粉的 它整個麵糰在鍋子裡面 大概是到我們鍋子的大約四分之一左右的高度 所以它在裡面的話都還算是有蠻多攪拌的空間可以去做攪拌 那加上它的馬達的話是600瓦的功率 所以在攪拌功率上面來講的話算是效率還蠻好的 那像這樣子的麵糰量呢 大家要來製作像是3條12兩的吐司 也是比較剛好的份量 所以它的最多量的話就是可以攪打800公克的乾粉 大概是1.5公斤的總麵糰重 繼續攪拌它 待會我們來檢查一下筋性 那現在麵糰看起來已經很光滑很漂亮了 那我們現在旁邊冰寶圍著它 所以摸起來的話呢 麵糰的溫度都沒有升高的太快 那我們等一下攪拌完成之後 最終也來測試一下麵糰的溫度 好那我們這邊中速攪拌完成了 我們來停機檢查一下麵糰的筋性 現在麵糰看起來的話是還蠻光滑的樣子 那我現在手摸麵糰的話感覺也是冰冰的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撐開看一下它的薄膜 比較透光性的薄膜裂開的裂口的地方 好也是比較接近圓滑的狀態 那這樣子我們就攪拌完成了 那來測試一下麵糰的溫度 26.3度C 那代表就是你看我們這邊在攪拌的時候 剛好有搭配著冰水然後冰寶 可以保持我們麵糰在攪拌完成的時候 溫度不會升高的過高 完成的整個攪拌的時間的話是二十幾分鐘就完成了 燙鍋攪拌機它的六百瓦功率 加上它的大容量攪拌盆 然後粗的三零四不鏽鋼的麵糰 對於我們在攪拌麵糰 攪出來的麵糰我覺得效果還蠻不錯的 而且可以攪到這個八百公克的乾粉 冰冰涼涼然後你看它很光滑很光亮的狀態 然後把它收圓 像這樣把它收圓 你看像這樣子麵糰 很光滑很光亮 好那把它放進來 做的那個低醣低油的軟臥包 已經發酵一個小時發酵好了 你看它整個膨脹起來了 我是用30度C發酵一個小時 稍微撒點粉 用手輕壓一下 它會留下紫痕 然後它會稍微有一點點Q回來一點點 這樣子就發酵好了 撒點粉來分割 先把它切成八個 看一下重量 把它分割成八個 大概每一個的話是180克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來把它做滾圓 收口滾圓好 就可以了 然後讓它中間休息15分鐘 你在滾圓的時候 會覺得說 可能你的手很小比較不好滾圓 你可以用摺疊的方式 先稍微摺一下 先讓它先稍微縮一下 摺一下 然後再滾 會比較好滾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或者是兩隻手 一起把它弄成一個像C字形的 從底下把它收進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就滾圓完成 我把它蓋個濕布 避免它乾掉 休息15分 我們中間發酵15分鐘 已經OK了 做成就是長條的形狀 就是比較方便我們切開啊 比如說你要夾一些生菜啊 火腿啊 熱狗啊 做成像是三明治 潛丁堡的樣子 那也方便你把它做切片 我們可以來做抹醬 比如說你要抹任何的果醬啊 大蒜奶油 明太子美乃滋都很適合 好 好 兩邊先縮口一下 拍拍把它直接做排氣 然後反過來 好 換這個方向給你們看 反過來之後 往內折1 3分之1 雙手排氣 好 再往上折1 3分之1 雙拍排氣 好 然後大拇指進去把它折起來 折進去 然後把它接口縮起來 就變瘦瘦長長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搓圓 旁邊把它搓尖尖的 這樣子都整形好了 我們來做最後發酵 最後發酵的話 大概35度C 差不多50分鐘 好 蓋個濕度一下 好 那我們等最後發酵好之後 我們再做麵包的烤焙喔 35度C 大概發酵50分鐘完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底肌已經很明顯的都膨脹起來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喔 好 那我們就在上面撒粉 然後把它畫到 我們要準備進烤箱好 烤箱已經預熱好了喔 就大概畫個兩條就可以了 就畫好刀了 因為它今天這個不會很大 所以我大概畫兩條就可以了 好 我們準備進烤箱來烤囉 烤的時候我會稍微噴一點蒸氣 然後我就一次可以進兩爐 OK 開始烤 好 我們的麵包要準備出爐了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顏色烤得很漂亮耶 好 我先敲一下 好我先出爐一下 等一下再讓大家看 還有第二盤 還有第二盤 超美的 好可愛喔 好 敲一下 你看它裂的 好可愛喔 圓圓胖胖的這樣子 超可愛的 因為老師這個是蒸烤炉 我在烤的時候 它可以噴那個蒸氣 所以它的那個裂口 就會裂得比較漂亮 如果真的沒有蒸氣 可以使用的話 就一般的烤箱烤也是可以 那老師的胖鍋的 豬上型攪拌機的介紹 我裡面都有食譜 跟烤溫給大家參考 大家都可以再進去看 好可愛喔 這個切開 然後裡面加生菜火腿 就超好吃的 我們家最喜歡用大蒜 這樣子 我們的 低醣滴油的軟肉包 就完整囉 太棒了 這個就是我昨天做的低醣滴油的軟肉包 昨天出了我已經吃掉一條 聲音調一下 聲音調一下 我的聲音調一下 你們的音調調一下 突然間我發現我自己講話太大聲 不好意思 嚇到你們的耳朵了 剛剛那影片的部分聲音可能 那時候在錄的時候有點小 抱歉抱歉 現在突然間聲音太大聲 我們昨天出爐的時候就吃了 然後我們這次做原味的 之前也有教過大家做那個 蔓越莓乳酪的也很好吃 然後還有做巧克力香成的也很好吃 反正在老師的那個 部落格都有食譜文章 之後再把它補上去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剛剛的影片測試 就是測試我們的胖鍋攪拌機 它的攪拌最大量800公克的乾粉量 大概是1.4 1.5公斤 可以做3條12量吐室的量 它攪拌速度真的是還蠻不錯 大概也是20幾分鐘就可以完成這個攪拌 而且攪拌完的溫度也控制的很好 好 你們接下來這邊有沒有問題 還是你們都是在等要抽烤箱 你們留個言 讓我知道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再繼續接著下一個 鮮奶刀切小饅頭的教學 這次的那個鮮奶刀切小饅頭 教的非常的仔細 教你們怎麼去看那個發酵 所以如果你剛好 線上的在看影片 在看直播的同學 如果對那個饅頭發酵判斷 不太知道你想要來知道怎麼判斷的話 老師等一下的影片會分享 OK好 好 都沒人留言 真的是都沒人留言就對了 好這樣我就要來播放那個最少量的 欸有耶你們有留言耶 奇怪我要跳出去再進來才能看到你們留言耶 想吃 子鈺說沒問題啦還行還行 那個小信小信你以為我今天要直播做 直播做真的太久了 你要做麵包又做饅頭 然後又做絞肉又做切菜 其實時間太久了 所以我昨天先預錄好了 不然你們看直播真的 大概要看五六個小時 也太浪費你們的時間了 好不好 OK 好那我們這邊就來看鮮奶倒些小饅頭喔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測試最少麵團量 就是100公克的乾粉 那我用做饅頭的鮮奶饅頭的配方來做 用100公克的乾粉搭配五十公克的鮮奶來攪拌看看 那它可以如果少量的話可以用麵團之外的 如果用麵團真的很少的話也可以用這個 細膠的攪拌槍來做攪拌也是可以喔 那平常的話大概超過200公克以上的乾粉 麵團的話還是建議用麵團勾 這個是適合就是說麵團量真的很少 你要製作的量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來攪拌 好我們來攪拌看看 好那這邊是100公克的中繼麵粉還有糖 把它放進來 然後乾酵母粉 然後50公克的鮮奶放下來 好我們先裝上面團勾來測試這個最少量的攪拌 好開三速因為這個分量是最少的 所以我們要開到三速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用很少的分量在攪拌的話 因為麵團多的話就會感覺是有一點攪拌到的感覺 所以我們改成用細膠攪拌槍來攪拌看看 好停機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測試的分量是以它的最少量就是100公克的乾粉 那我再加50公克的鮮奶 所以總重的話大概只有150公克 量真的很少很少 一般基本上在家裡做的話可能饅頭啊 麵包可能會做到這麼少量的機會也不是太高 那如果有時候你真的不想要做那麼多的話 但是你又想要用桌上型的攪拌機來做攪拌 我們就把它換成矽膠攪拌槳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先開二速 矽膠攪拌槳裝放去就可以很順利的把它攪拌起來 好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可以攪拌得起來 我們用矽膠攪拌槳來做攪拌就可以攪拌得起來 然後我現在開的速度是二速 好那我們這個最少量的饅頭的麵團已經攪拌10分鐘了 那我這邊把它關機 我們來看一下它攪拌完成的狀態 那小小一顆好可愛 那我們麵團的話就是把它攪拌到像這樣子是光滑有彈性的 像這是饅頭的麵團 然後我們今天測試是最少量的用 講狀的攪拌器來做它的攪拌 OK沒有問題喔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讓它先放著先休息個10分鐘 我們待會的話呢 會順便跟大家來示範用壓面機配件 來用我們的這個饅頭麵團喔 因為我們做包子饅頭啊 就是最好就是可以有壓面過幾次的話 把它裡面空氣排除 那包子饅頭表面會比較光滑 然後組織也會比較細密有彈性 啊當然你用手感也可以 但是有用壓面機的話其實會比較省力一點 省濕省力一點齁 好那我這邊先教大家裝這個壓面機做頭 我們先把它先鬆開 要壓一下喔 因為怕那個蓋子會一下就掉下來 這蓋子就是它的保護蓋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拿下來 先放旁邊 好那壓面機的話就把它對準 它這邊是會一個凸起來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會一個凹槽 我們這邊凸點就對凹槽的地方 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好了之後 我們再用剛剛原本的這個鎖頭 來把它鎖住 這樣子我們就安裝好我們的配件 裝好了壓面機 我們就來做饅頭的擀壓齁 也不能這麼大頭就把它放進去 我們要撒點粉防止它沾黏 好那我們這邊用擀麵棍 大概擀開一下 我們把它擀成像這樣子 一個有點厚片的感覺 然後兩面的話稍微輕輕薄薄的 撒一點點粉 好那我們這邊來開啟機器 好把它放進去 先從最後的八顆度開始壓 把它做三折 你把它折過來 然後這邊再折過去 這樣折起來之後呢 我會再稍微把它擀開 然後再做第二次的壓面 好這樣子第二次 現在目前各個都還是最寬發喔 這個壓面機是真的很方便啊 如果你喜歡做包子啊 蠻稠啊 麵條類的 真的很方便 然後像你要做其他麵 剛剛是不是先一次三折 然後這邊再做第二次 那它其實慢慢在 壓面的過程當中 它的麵筋會越來越緊 所以我會大概三折兩次之後 就會讓它再稍微休息個五分鐘 三速 那你就隨時注意一下 看麵團會不會濕濕的 你就可以稍微打一點薄薄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速度更快的話 你可以速度拍更快 變問題 壓面那個問題 然後我現在就是拍三出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速度 好 那這樣子 好了之後我再做第二次的三折 然後接過來 吃兩次了 我大概都會做五六次啊 基本上會壓個五六次左右 然後就可以開始來做那個刀切饅頭 那我們這邊在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用個濕布啊 或者是保鮮膜把它 稍微蓋一下 比較不會乾燥 大概三到五分鐘都可以 所以壓面肌啊 你們買回來新的話呢 因為它會有一些使用油啊 潤滑液的部分 所以會建議你們一剛開始 你可以先攪一個少量的麵團 然後在這裡面呢 就是多擀壓個幾次 先做一個基本的清潔 那壓面肌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潤滑油 還有很多空隙的關係 所以壓面肌呢 絕對不可以水洗 壓面肌不可以水洗 所以我們就是用麵團去清潔它 使用完畢之後呢 其實它上面可能會有卡一些麵團 你可以用一個小牙籤把它摳下來 那如果有些粉的話 我自己就會用毛刷 把它多餘的粉刷掉 那其實如果說你卡的麵團比較多 或者是有時候你在做那個 麵團的含水量比較多 你會覺得它邊邊啊 可能卡的麵團比較多 你就把它先放在旁邊等 然後等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它麵團都乾掉 其實它就會硬化了 那你用刷子刷一刷 或者是其實你再把它重新 裝上去 然後讓它這邊空轉 像這樣子把它直接讓它空轉 那它在空轉的時候呢 那些乾掉的麵團 它其實就會跟著掉下來 不用急著去清潔它 就等它乾燥麵團變硬 然後刷一刷 或是牙籤摳一摳 或是把它撞上去 讓它滾滾 其實麵團就會掉下來了 那記得喔 千萬不要水洗 壓面肌 切面肌 都一樣喔 好 這樣已經休息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 繼續把它擀開 其實它休息過後你就會覺得說 它麵筋又感覺又鬆弛 那你看我們剛剛是 三折兩次 其實它現在麵團看起來 就非常非常的光滑 然後上面基本上 比較不會有什麼氣泡 那當然 不是說做包子做滿手 就一定要用壓面器 那只是說我們是利用機器啊 利用一些配件 讓我們的 手比較可以省事 不然如果說你一次做的份量 很多 那你完全用手感的話 確實會比較辛苦一點啊 好好的就好 那我現在 厚度中還是8的狀態 我剛剛朋友稍微就是8 好 這樣好了之後 一樣再把它三折 然後一樣稍微把它 擀麵筋壓開 如果你覺得好像壓不太快的話 就是 可能休息的還不夠 然後它麵筋還太緊 那你可以讓它休息 直接再多一點 再三折 好記得大概三折的兩次之後 可以稍微休息 那這樣子我總共已經就是 經過了三折 大概已經六次了 休息的差不多了 然後也已經都是把氣體都排掉了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稍微把它擀薄一點 捲起來 我們來做刀心饅頭 好 那要先從8最寬的地方 然後之後再把它換成7 好 換6 不用壓到很薄 饅頭其實不用壓到很薄 因為你不知道做麵糟 等一下可以捲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100多克我壓到大概6就好了 那這樣子你看它整個麵糰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光滑 緊緻 噴一點水 它可以黏得比較緊實一點 捲起來 那最後這邊我們把它拉平 好 那最後面這個收口的地方 我們稍微把它捏一下 把它收緊 等一下才不會開掉 這樣子 好 OK 那我稍微搓長一點把它切三段 切成三段 切出來的切面就會像這樣子很光滑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判斷蠻頭發酵 其實老師之前過過很多次都有教過大家 第一個可以看體積 它如果體積膨脹大概差不多兩倍大 然後呢你感覺它體積變大之外呢 你輕輕捏它會感覺好像棉花糖 這樣子軟軟綿綿的 裡面有空氣的感覺 那你從側邊壓它 它也會留下止痕 然後呢 一點點回彈的感覺 你不能留下止痕 然後完全彈不回來 那就發酵過頭 就留下止痕 然後一點點回彈的感覺 然後就是 重鬆 然後有點棉花糖 輕柔的感覺 然後呢 這些之外呢 你還可以看 我們現在剛切下去的話 它這個切面是 比較 銳利的狀態 那它待會發酵好的之後呢 它這個整個膨脹之後 它的切面也會變得 比較沒有那麼的 銳利 然後呢 你會覺得它變得比較圓滑 也是都可以去做 判斷它發酵是否好的一些判斷的方式 這三個饅頭 我們就來做發酵 等一下再發酵好之後再來蒸它 我先計時20分鐘 好 那給你們看一下 我用的這個饅頭籽 你們可以從上面看下去 這個饅頭啊 它大概占這個饅頭籽的 大概差不多一半的大小 然後旁邊的尖距 大概是像這樣子 一根手指頭的尖距 然後我們的鮮奶饅頭 我剛剛在蒸炒乳麵 都發酵30分鐘了 應該已經發酵好差不多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發酵的狀況 你看 它就很明顯的 就有空起來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它體積明顯就變大 我們先來看體積齁 剛剛我們切割的時候 一剛開始切割 你看它現在是整個體積就很明顯膨脹 佔了整個尺的大概80%到90%的位置了 然後我們來看切面 切面的地方的話 你看它這個切的地方 它已經變得比較圓滑了 而且你會發現它切下去的 這個切面的地方 本來是平的對不對 它發酵好的時候 它會有點微微的凸出來 這邊也會有看得到 有一點微微的凸出來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它這邊 有點微微凸出來的感覺 然後再來看 切面會變得比較圓滑 比較沒有那麼銳利 然後我們來捏捏看它 你這樣撥撥它 你會覺得說 它變得輕輕柔柔的 然後很像棉花糖 這樣子很輕柔的感覺 然後我們來捏它的側邊 捏下去 你看它彈回來的速度 就是會有一點點慢了 捏下去 彈回來的速度會變得有點慢 捏這個看看 我就慢慢的彈回來 慢慢的彈回來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捏得太大力 它會有點凹陷下去 所以這樣子已經發酵好了 然後如果捏下去 它就完全不彈 就發酵太過重了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壓一下這個指痕 你會發現它會有點慢慢的彈回來 壓一下 慢慢的彈回來一點點 那這樣子基本上 我們這個饅頭 就可以判斷它發酵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蒸饅頭了 這邊有100度C的蒸氣 我們這個小顆的話 我們大概蒸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蒸的時間到了 我們總共蒸11分鐘 那11分鐘到的時候呢 我會稍微開一點點小風 讓這個蒸乳裡面的那個熱氣 慢慢脫出來 讓它慢慢降溫 不要這個時候馬上就打開 因為它蒸氣馬上就散絲 饅頭啊它會劇烈的收縮 你看它蒸氣很多就爆出來 讓我等個3分鐘 大概過3分鐘 讓它慢慢降溫 現在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很棒 你看我們的饅頭蒸起來好漂亮 好光滑喔 而且你看它整個在發亮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們切編的 看起來也很可愛 你看饅頭是不是每一顆都很漂亮 很光滑 所以啊可以用看看老師 教大家的這個方式 鮮奶刀切饅頭很容易就可以完成了喔 超光滑超可愛的 Q彈底Q彈底 好給你們看一下 哇好香的那個麵粉香喔 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煮汁 是不是很綿密很細緻 來吃飯看 喔 這麼好 這樣蒸出來肉熱 喔好綿密 好好吃喔 然後有那個滷香味 很好吃耶 喔 好可愛 你看 吃到旁邊這邊沒有 切平的 看起來也是很可愛 我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很成功 我要照換這種方式 因為會跟每個人的 壓的這個緊實度 其實有些人會說 欸那30分鐘是固定嗎 不一定會跟你的室溫 有關係 溼度 有關係 還有呢 先把它吞下去 還有呢 就是 你們在 趕壓的那個 薄度跟緊實 你趕著越緊的話 它要重新發酵產生氣體 所以時間就要需要更久 好光滑啊 好細緻 哇好綿喔 你們看 它這樣撕開很綿 而且都聞得到那個麵粉跟奶香味 好好吃喔 好 這樣子今天的鮮奶饅頭教學 就完成了喔 鮮奶饅頭 刀切鮮奶小饅頭教學完成 欸你們可以試試看老師教學的那個發酵的方式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剛剛有幾個問題 其實我剛剛也有線上回答 然後有人就在問說就是這個 矽膠攪拌槳比較好用嗎 其實矽膠攪拌槳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有附這個細旁邊 所以 它在攪的時候呢 可以比較容易攪到鍋邊的材料 那你就不用有時候 材料費量比較少 或是說 有時候你在攪拌你會發現說 欸很容易材料都會黏在鍋邊 或者是鍋頂 你是常常要停機 要去把它刮一刮 它才能攪拌得到 那矽膠攪拌槳的好處是 它一邊在攪拌的時候 它就一邊幫你刮了 所以你可以 減少停機的次數 那你這樣子效率就會更好 所以矽膠攪拌槳我很喜歡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有人在問說 這個壓面配件的部分 是要另外加夠嗎 對我們的 胖鍋的攪拌機的部分 7980都是主機 就是主機鋼盆跟三個攪拌配件的部分 比如說絞肉器、切菜器、壓面器、切面器 這個都是另外加夠 不過你可以看他們的質感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都是全部鏽鋼的 那這一次的配件的部分 老師順便跟你們講就是說 它的壓面皮、切細面、切粗面 它都是分別加夠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加夠就可以了 然後呢 壓面、切細面、切粗面 分別每一個都是加夠價1000多塊而已 所以其實還蠻優惠的 然後它的質感真的做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之前 之前我在介紹薄血攪拌機的時候 我也很常用壓面機 也很推薦你們買壓面機 尤其是你很喜歡做包子饅頭 麵條這一類的 用壓面機真的會省力很多 就是我一直以來就是很喜歡用藥 好然後呢 呃 呃配件的部分就是切菜器、攪肉器 跟壓面、切面的配件 而且它的這個頭跟KitchenAid的攪拌機的頭 它是可以相融的 所以我之前有遇過好幾個同學 就是在問我說 因為它已經有做上級攪拌機 然後剛好也是KitchenAid的 然後目前家裡沒有空間 或者是也沒有想要買攪拌機 可是他剛好看到老師在介紹這個壓面 或是其他的這些切面 絞肉切菜的配件 問我說可不可使用 他說可以 就是原廠有跟我說 就是他們的配件的部分 是適用KitchenAid的 所以相融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買配件的話 也是可以買喔 這樣子 但是攪拌頭、鋼盆跟KitchenAid的沒有適用 只有這些另外接頭的這個配件 有適用這樣子而已 這樣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對啊那個饅頭很成功 你們可以回去做看看 好 那這樣子大家還有沒有有關於 我記得你們剛剛問的問題 要攪拌講很好 其實要攪拌講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升級過我剛好跟你們講 之前舊的比較小 大的比新的就是比較大 所以他面積很寬 材料都可以攪拌的很均勻 這樣子 對所以配件 壓面、切面、切細面、切寬面、絞肉 還有就是切菜的部分 是可以跟KitchenAid的相融 所以你們這次沒有買攪拌機 也可以單獨買他的這些 加購配件 是可以的 等一下老師會示範做麵條 壓面、細面、寬面 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說 你們剛好對壓面、切細面、切粗面 有興趣 你們留下來看這樣子 心動小氣說 灌香腸的好用好清洗嗎 喔金柳我跟你講 他灌香腸的真的很不錯 雖然我跟你講 我實際沒有做過香腸 但是我看的構造配件就知道 他的那個絞肉灌腸器長這樣 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絞肉的配件的話 這個是他的推料棒 我先把他拿起來 這是淨料盤 他是可以分開 所以這個就很好清洗 然後頭的部分啊 也是跟我們以前介紹 過去攪拌機一樣 其實他都可以全機拆卸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他會不會卡住這樣子 然後刀片的部分 他有 他總共有四個刀片 我等一下拿給你們看 然後還有 麥克風姐我等一下 我現在有聽到聲音啊 然後刀片 還有他的軸心 都可以拿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清洗乾淨 啊我每次攪完肉 因為會油油的 所以我都會泡溫水跟洗碗精 泡一泡 讓他軟化之後再用刷子刷一刷 很好清洗 然後呢灌場怎麼弄 灌場就是在這裡 然後那天他來的時候 我就說灌場 灌場在哪裡在哪裡灌 就是在這裡 他藏在這裡面 這樣子 然後呢 所以你平常不用怕找不到他 裝上去 然後卡上去 裡面那個刀盤不裝其實也可以啦 他也是可以弄出來 等一下會有那個教學 教大家怎麼裝絞肉器 但我現在就是快速的裝給你們看 他就是卡上去 然後鎖定 就可以了 然後你調好的香腸肉餡 然後腸衣從這邊灌好之後 他就一直攪 然後他就一直肉就會出來 你就可以灌場了 然後他所有的那些細節配件 他都是可以分開的 所以可以清得很乾淨 所以不用擔心 很讚齁 買壓面機做出來的都很美又很快 對啊 就省時省力啦 重點所以跟他說壓面機不能 一定要壓面機才能做饅頭嗎 也沒有 但是就是比較省時省力這樣子 可以共用太酷了 好啊那現在沒有問題 我們就接下來怎麼做中式麵條 用壓面皮器 切細麵器跟切粗麵器 教大家做一般中式的基本的白麵條 還有用絞肉器做絞肉 跟這個各功能的切菜器 怎麼切片切細絲切粗絲的影片 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這邊中式麵團的部分啊 攪拌因為水分 含水量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他不會在攪拌機裡面成團 他會像這樣做麵條的部分啊 因為他的含水量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會像這樣子是有一點點水分 可是呢 他會還沒有辦法完全成團的狀態 這個是麵條 因為含水量比較少 所以我們把它取出來 放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讓它壓一下 用擀麵棍壓一下 讓它完全成為一個片狀 之後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做掩壓的動作 最主要就是要增加那個麵條的彈性跟Q徑 那掩壓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壓成我們需要的厚度 然後再用那個切面機 看你要切成細面或是粗面 再用切面機把它切成你需要的麵條 我把它用像這樣子一個保鮮袋把它裝起來 好 像這樣子都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用手稍微輕輕壓一下 擀麵棍也可以 最主要就是要讓它整個有成為一個團狀的感覺就可以了 那待會我們用那個壓麵機啊 重複在掩壓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越來越光滑 然後可以增加它的筋性跟Q徑了 那通常的話 會建議就是這樣壓好之後 我們放在保鮮袋裡面大概休息個一個小時 我們再來做掩壓的動作 好 它這樣子其實就已經成團了 我把它用成大概像這個保鮮袋的大小 它就已經完全成為一個片狀的 其實它還是會有點鬆散 但是你慢慢在用壓麵劑在掩壓的過程當中 它慢慢的它就會開始成形了 等一下我們再用壓麵器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是麵條 基本的白麵條的製作方式 好 那我們剛剛做這個中式麵條的麵團 我把它放在這個保鮮袋裡面 已經休息一個小時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話就用這個胖鍋 做上型攪拌機的這個壓麵配件 來把它做掩壓 然後等一下的話呢 它的切面器有兩種 一種是切細麵的 一種是切寬麵的 重複掩壓的過程當中 就是可以隨時灑粉 幫助它就是比較不會沾黏在壓麵器上面 大概這麼大片的話 我就把它分成兩半好了 等一下剛好一半切細麵 一半切粗麵給你們看 把它包起來比較不會乾掉 好 稍微灑點粉 預防它沾黏 好 然後我們把那個壓麵配件把它放上去 壓麵皮器 然後跟切細麵器切粗麵器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 攪漏器 跟多功能的切拆器 就是這個上面的頂部接頭的這個配件啊 它是可以跟Tischen Add的攪拌機通用的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有做上型的攪拌機了 可是你剛好看到老師在介紹這些配件 覺得不錯的話 你也可以來夾過 因為我們這個壓麵配件的話 你價格上的話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比較看看 其實是真的還蠻優惠 而且胖骨他們做的這個配件的質感還蠻不錯 也是都不鏽鋼的齁 好 我們這邊先稍微把它擀麵菇 先稍微擀一下 然後記得喔 一定要先從最寬的先從8開始 好 我來開啟 那你們先剛開始先看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讓那個麵糰撐團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個麵糰看起來好像就是有點乾乾烈烈 因為這個是麵條 它含血量不高 所以你會覺得說 因為它還不是很完整的一個麵糰的狀況 你就慢慢掩壓慢慢掩壓 它就會慢慢越來越成型了 然後這個不要太厚下去喔 它要小心爽 那這個不做三折喔 麵條不用做三折 好 你現在這樣子都要是壓 因為我可能剛剛擀的還不夠薄 所以它現在壓上去的話 會感覺有點好像裂開的感覺 好像那個魷魚絲有沒有 好 那你就這邊再把它對折 然後呢 我們要再進去的時候 可以再稍微用擀麵棍 補助一下 它慢慢的就會越來越光滑了 它都是同一個方向喔 麵條的話都是同一個方向喔 然後麵條的話要注意就是 因為麵條的含水量比較低 所以它麵團很硬 所以你切記千萬不要 很厚很大一火硬塞進去 麵團很硬 含水量很少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又弄太大坨進去的話 這個壓麵肌它沒有辦法 把那個麵團攪過去的話 其實它裡面的齒輪會 它齒輪就是會崩壞就對了 所以你不要去那個很勉強的去操作 因為畢竟它不是營業用的喔 它是家庭用的 好 把它下去 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喜歡吃麵條 像老師今天做的是 基本的中式的白麵條 所以你時候也可以做 那個義大利麵阿雞蛋麵都可以齁 看它還是邊邊 還稍微有一點點裂開的感覺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來壓 它慢慢壓就會越來越平了 好 現在都是寬度八喔 現在是寬度八喔 現在是寬度八喔 這樣子好 把它對著就可以了 對著就可以了 然後稍微 慢慢地掩壓 好 這樣子再點壓一下 好 這樣子再點壓一下 好 用在意它 譬如我都覺得會在意 就稍微把它用手推回去就好了 它等一下切起來就會很OK了 好 那這樣如果已經 掩壓五次了對不對 我現在就開始慢慢 把它壓飽了 我現在從八換到七 它現在麵條看起來就比較光滑了 好 改到六 現在是六 它就看你喜歡吃的 破薄度 好 再換到五 我慢慢地變條 越來越光滑了 旁邊有點太貼緊喔 因為它水量比較低 本來就這樣 好 三 我慢慢地越來越光滑了 好 二 好 然後一 這個我等一下這個第一段 我把它切細麵 所以我把它壓薄一點 把它弄到一 好 OK 那這樣子我們麵條的部分就做好 等一下我們來做切麵的部分 那長度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般 基本上就是大概30到40公分就可以 那像擀麵棍30公分 40幾公分 啊 沒關係還可以還行 那這個等一下就切細麵的 我把它先放旁邊 好 那我們來壓這個 再回到八 第二份麵團再回到八 好 再繼續壓 外面我喜歡就是它稍微吃起來 有點厚度嘛 所以我等一下大概壓到 二或三就可以了 等一下來切麵 長度才不會太長 啊 邊邊的部分的話 如果覺得太長的話 你可以稍微修一下 但我們有時候自己吃 就不會修得那麼精準 然後因為反正自己吃 把它煮一煮都OK的 切細麵的 它裡面有像這樣子吃痕 然後你在裝的時候 就要注意就是 它的這個接頭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凸出來的這個凸點 然後對著這個凹槽的地方 放下去 然後鎖頭鎖起來 就可以了 好 來切 超流浴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它做出來像這樣子 很細緻的麵條 這是細麵的 直接把它縮起來 這樣一束一束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保鮮盒裡面 冰箱冷藏 你的保鮮盒的底下可以鋪個 比如說廚房紙巾或者是乾淨的毛巾 因為它會吸收一些麵團的水分 然後你要記得要做的時候 要撒一些粉 保鮮盒 底下鋪 廚房紙巾或者是毛巾吸收水分 然後蓋著冷藏的話 大概三四天之內把它煮完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漂亮的麵條喔 它旁邊都多少會有一兩條 就是可能沒有切得那麼漂亮的 因為它剛好卡在比較邊邊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到還好 就是你煮的時候就一起把它煮一煮 好 細麵就完成 好療癒喔 我覺得做麵條超療癒的 然後做寬麵 切寬麵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麵積就比較寬一點 然後一樣這邊會有一個凸點 這邊有一個凹槽 其實很容易抓喔 轉一下 卡進去 鎖緊 旁邊就像這樣子 感覺很想要煮個流露麵來吃一下 把這邊也把它切一切 旁邊就完成 旁邊這邊有一條 這是最旁邊的 就有一條可能切的不是那麼漂亮的 但OK 真的吃牛肉麵很好吃耶 感覺可以來煮一碗牛肉麵了 好 那這樣子我就把它先收起來 那你們再煮看自己喜歡吃的軟硬度這樣子 壓麵皮器跟切細麵器跟切粗麵器 就示範給大家看 細麵跟寬麵 看起來好好吃喔 欸那這樣子可以直接 我就會把它灑散 然後直接做個那個 蔥油拌麵有沒有 欸就很好吃了 就很簡單的拌麵了 簡單 快 更好吃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在家裡自己做麵條喔 那如果說我之後可能還有 做別種麵條的話 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分享食譜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來跟大家介紹 胖鍋桌上型攪拌機 它的另外這個配件 絞肉灌藏器 給大家看一下喔 然後順便教大家怎麼安裝跟使用 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個絞肉灌藏器 它裡面的配件有哪一些 然後它這邊有兩個刀片 然後呢 這邊有四個孔洞 你可以依照你喜歡的不同的大小的絞肉 粗細下去使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是灌藏器 然後這個灌藏器 如果你平常沒有用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推肉的推料棒 你可以把它收在裡面 就不用怕說找不到 這樣子還蠻方便的 它這邊有一個就是淨料盤的部分 這是它的軸心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從這一個地方把它放下去 通常絞肉的話 我會用這個四刀的刀片 放的時候你們要注意到這個有兩邊 裝的時候呢就是利刀 就是有這個利刀的部分的話 它是要朝外喔 它不是朝裡面喔 好 那我今天就裝這個中型的刀盤 把它放進來對準 然後它這邊會有兩個凸點 我們就對準凹洞的地方把它 裝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蓋子把它鎖上去 好 這樣就行了 那安裝的時候呢 鎖頭的地方把它先打開 這邊就是安裝我們接頭配件的地方 好 蓋子把它取下來 那這邊在安裝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凹槽 然後我們這個絞肉 灌場器這邊有個凸點 我們就把它對準卡上去 然後鎖頭再鎖上去就可以了 啊不要弄得太緊 才不會等一下不好拔下來 有卡住其實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就有緊 這樣子就行了 那上面的話呢 這樣子我們有時候要退掉的時候 比較不會掉出來 好 那這樣子絞肉灌場器都安裝好之後 老師這邊的話有準備就是這個 豬肉我來攪一次都給你們看 那其實這個絞肉灌場器的話 你除了可以攪那個豬絞肉啊 雞絞肉 牛絞肉之外 其實像這個絞肉器的話 我們之前也都會常拿來做 比如說蝦子把它丟進去 做成蝦漿蝦球 或是花枝漿 呃或者是魚漿 把它打成就是蝦漿 花枝漿 魚漿 然後我之前也有把蒸熟的芋頭 放進去把它直接攪出來 就是比較綿密的芋泥 那或者是說自己煮好的蜜紅豆 你放進去它攪出來 它就是比較綿密的紅豆泥 這樣子它可以做比較多的運用 跟攪碎的這個功能 好 那我肉的話 都會習慣把它切像這樣子 有點帶長條的比較好放進去 那絞肉的話會建議你們肉 要記得要夠冰 甚至有一點點微微的結凍 也沒有關係 好 我把它打開 好 慢慢把絞肉放下去 就結好 那這樣子你就是有時候 要做一些什麼包子餡啊 水餃餡啊 什麼肉餡 你家或做一些漢堡之類的 你就可以自己做絞肉 然後肥肉比例的話 就是可以自己做調配這樣子 就可以要幫我們稍微推一下它 自己就乾淨用衛生 攪完之後 我都會先把它泡溫水 跟洗碗之間泡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用刷子去 把它裡面刷乾淨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這個絞肉就完成了 很快很方便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就是說 如果常會做一些包子類的 或是用漢堡 你就可以自己先攪多一點起來 把它真空冷凍保存 需要的時候隨時就有的用 這樣子介紹絞肉配件給大家 灌香腸的話 我自己是還沒有做過 但是它有那個灌糖器 我覺得還蠻方便 就套上去 然後套上那個長衣 然後跟你調味好的豬肉餡 就可以灌香腸了 那這樣子就介紹絞肉器給大家 好那接下來的話 是跟大家介紹怎麼使用我們的 香鍋做上型攪拌機的這個 多功能的切菜器 給大家看一下切菜器的配件有哪些 它總共有三個刀片 這個是切粗絲的 切細絲的 還有切片的 跟它的主機跟推料棒的部分 安裝的話一樣在上面接頭的地方 我們一樣把這個 鎖頭固定的先把它轉送 蓋子拿起來 好那安裝的時候 接頭的地方一樣會有個凸點 要對準這個凹槽的地方 把它對上去 你對不上去可以稍微轉一下 然後這個鎖頭我們再把它固定住 不用太緊卡住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先用切片的 它是這樣平的 先來切小黃瓜片 把它直接放進去卡住就可以了 壓一下 要稍微吃一點點力把它壓一下 一次小黃瓜就切好了 收一下就好了 剛剛我們小黃瓜下去的時候 可能有點歪掉 所以它邊邊就沒有切得很漂亮 但是厚黃就還蠻平均的 我們要換刀片的話 就稍微把它轉鬆刀片 把它退出來 它剛好裡面 剛好把它皮有一點點卡在這裡 再換另外一個刀片 出濕的 出濕我來切這個白蘿蔔絲 把它放在這邊 好 翻起 這邊可以開到五或六處比較高處的 它會有噴的那種感覺 它碗要接好 好 那這樣子我們的那個白蘿蔔出濕就切好了 然後來改切紅蘿蔔的細絲試試看 換上切細絲的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在推的時候啊 速度轉速你可以用最快的轉速 然後推的時候速度可以慢一點 轉速開最高速 推的時候稍微推慢一點 不然它有時候速度太慢 它會比較容易會有一些蔬菜會卡在這邊 因為來不及跑出來嘛 所以轉速快一點就是切快一點 但是我們推進的速度慢一點 可能就會更正常一點喔 好 介紹給大家多功能的切菜器 看完老師介紹都想要再買一台 已經有一台舊型的胖鍋攪拌機了 你是舊型的喔 OK 然後剛剛有人在問說 小萍在問說 絞肉機好清洗嗎 好清洗啊 我剛剛有介紹就是 因為它是可以全機拆線 它的配件全部都可以拆線 只是你們要注意就是 因為絞肉機 它是 它不是不鏽鋼的 它是鋁合金的 所以不可以進洗碗機 要記得 然後那個鴨面器 切面器都不可以進洗碗機喔 你看它就這樣子 然後全部把它拆開 絞肉器很好清洗 所以你絞肉器 絞完牛肉 豬肉 雞肉 然後你還要再去絞芋泥 蝦漿 魚漿 花枝漿 其實都OK 因為我每次用完之後 我都會把它 泡溫水跟洗碗精 泡等它軟一點之後 再用那個刷子把它裡面 刷一刷 刷乾淨就可以了 它裡面就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就是軸心 然後跟刀片 就這樣而已 可能會卡比較多的刀片 你就把它泡軟 再把它沖乾淨就可以了 所以它可以拆洗的很乾淨 你乾燥之後再收回去 所以你下次再繳別的東西 你不用擔心說 它會不會不好清洗 藏污納購這件事情 這樣子 像我們家都會習慣 就是一次會買 比如說去小杰老師 他有認識的豬肉攤 我們一次去就會買比較多一點的豬肉 有時候撐便宜的時候 那買回來 你就把它分切 比如說梅花肉 五花肉 然後切厚片 切薄片 切絲 剩的那些邊邊角角的肉 可能形狀沒那麼漂亮的 我們就會把它全部綜合 集合在一起 然後做絞肉 絞肉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真空包裝 一包一包的 一包就是一公 一包就是一斤600克 我們隨時要做包子 水餃 我們的冷凍庫 隨時都有絞肉 可以用 你就不用說 你每次要用一點點 絞一點點 我們家都是習慣 就是一次絞多一點 然後要用隨時就有 然後也會把它分成 小包 一兩百克的 有時候你要炒個什麼 麻婆豆腐 魚香茄子 你就有小包的絞肉可以用 我是覺得蠻方便 我們家是做這樣子用 好 OK 還有什麼問題 有人說看起來不錯 切絲切片切絲的感覺很好用 是還不錯 可是說實在的最推薦你們買的還是 切麵皮器跟壓麵皮器 切細麵切粗麵還有絞肉 它的切菜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沒有調理機 像老師有這一台Magic Mix的調理機 那個更快 那個專門切菜的 那這個的話 就是如果你靠沒有 然後你也想要弄個切菜的 可以買 因為它的切菜器 加購價才688而已 OK 但是你如果是真的 像我有朋友 他們是在開那個麵店的 他們要一次切那個蔥花一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就買那個Magic Mix 他就買了 他說我切蔥花怎麼那麼快 我就說對啊 這個就是可以讓你 營業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家庭少量 你要大量 還是要真正 就是專門切蔬菜的這樣子 老師都很誠實跟你們講 都很誠實跟你們講 OK 好 很心動啦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胖鍋的攪拌機的部分 就大概差不多 介紹給大家了 然後就是所有的配件 都介紹給大家 然後測試 我們最少量100克的粉 能不能攪得起來呢 OK 做饅頭沒問題 800克的粉 可不可以攪得起來 也OK 沒問題 大概20幾分鐘就可以完成薄末了 然後搭配我們 贈送的這個冰寶 所以他現在原廠你只要買主機 就有直接 本身就有附這個 攪拌鍋 然後呢 矽膠攪拌槳 打蛋球跟麵團勾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有在多送一個 這個 鋼盆的保冰袋 不小心被我弄下來 鋼盆的保冰袋 這個是 只有手 只有這一團有喔 之後第二團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喔 因為他是說這個是 這一團 就是第一團 就是加送的 保冰 保溫袋兩用的 然後我剛剛一剛開始有介紹 然後你們看老師的介紹也都有介紹 這個還蠻方便 這個你就算去那個外面買 隨便一個也要好幾百吧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胖鍋的攪拌機 正在優惠團購當中 如果你們看了老師的介紹 然後覺得有興趣 然後也覺得說 你剛好需要一台做上型的攪拌機 那也覺得說 這些攪拌機的部分 都有符合你的需求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團來買我們這一次的胖鍋 做上型的攪拌機喔 謝謝大家 蛤 不會啦 不會啦 他們要烤箱的人 現在還是繼續在線上 有嗎 有線上的 在等要抽烤箱的嗎 那之後老師還有在做 其他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做蛋糕 打蛋球 或是做一些餅乾 麵糰 有要開直播分享的時候 也會再持續用這個胖鍋的攪拌機 給你們看啦 這樣子 好不好